这个结构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去谈及过英镑的图形 我们说英镑是下跌过程当中 在走出一个缓慢的通道形上的一个格局 什么意思就是整体下跌过程当中缓慢的通道形上涨的一个格局 就是这个图形当中主要的趋势是一个快速而挺拔的向下的走势 辅助的趋势是以一个这样 辅助的趋势是一个由低多开始的一个走势 这个走势如果画的话可以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收敛行情 在通道当中的一个收敛行情 这种收敛行情投资有可能会把它也有这种可能性 去把它理解成为一种说 我把它叫做成为一种楔形整理 也是可以的 就是把它称之为楔形整理 也可以 在这里给大家结一张图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图形的运行的状况 转型 这是棒的图 棒的图当中主要趋势也是相当的明显 那这个图形从1.32开始一路下行 形成构成这波行情的主趋势 下跌主趋势往往会有这样的特点 就是它会走得又快又急 所以投资人再去看这些 看去分析什么样的主趋势的话 你当然有这样几点了 就是趋势的角度 速度 力度 以及时间的跨度 如果你没有具备这样的素养的话 你可以简单的说 你感觉到它运行的比较快和急 它就是主趋势 那这一波行情当中 就这一组行情当中 我们会看到这些急促的下跌趋势 和缓慢的反转向上的趋势 这些急促的下跌趋势包括 这是一波两波三波 包括这一波四波行情 这是急促的下跌行情 这些节奏感要去明发 那随着它不断的下跌 我们会看到行情在走的时候的角度 开始逐渐的变得平缓 我们看到最后一波行情 这次当它走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发觉这个行情的角度 开始变得平缓 就不像一开始那样迅速有力的下跌 它开始走出一个通道型的运行 这个通道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 这是它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英镑的通道 通道型的上涨 这个通道型的上涨 有别于一般情况下的通道 一般情况下的通道 往往呈现出一种水平整理的 水平型的通道 就是类似于举行 走出的图形 像这样的 举行的整理 举行的 那还有这样的通道是 向下的 走出这种向下盘整的通道 还有一种是向下带收敛的 走出这种歇行的整理 这些整理都意味着 行情运行的方向 将会与这些图形的方向相反 我重复以为 就是行情走势的方向和实际 你交易的方向会相反 我们看到这个图形是往上走的 也是有一些高点变高 低点越高的行情 但是这个图形在走的过程当中 我们更加倾向于 它在这个位置上去走一些复杂走势 最终形成一个下铸行 这是技术面上的一个分析特点 这叫歇行 这个歇行还不复杂 还是下降图形当中 你甚至可以把它叫做下降图形当中的三角形收敛 下一次英镑再在这个位置上反弹 高点如果不创新高 或者创新高没有站住的话 全部的实现 逢高做工的好点 今天如果有机会 行情运行到1.3附近 我们可能会再次去走 英镑的空单 包括傍日的空单 目前的价格的入场点位 是在 价格的是在1.2980 那这个单也是用破位单入 破位单入1.2980 破下来去入场 其实1.3站不上的时候就往下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英镑的图形 我觉得可能还在今天晚间 走出一些震荡的好 那我们给出他对这样的看法 就是英镑整体是高空的 那并且这种看法不仅是交易当中的看法 而且是交易当中的实际的交易 你注意说哪个层级最高 就是当我们拍下筹码的时候 这种分析是最高 就是我愿意为他去压下赌注的时候 这个筹码算是判断的确认度会最高 所以我觉得英镑的这种确认度 相对还是比较清楚 那在这一周里边 如果英镑在高位去震荡 在这里走震荡 而欧元呈现出一个快速下跌的话 那么欧元对英镑的这个下跌行情 就会比较确认出来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英镑的值盘货币 相对来说是偏空的 我们布局他 那多大 多小事 第一个 цен级 比较小心 我觉得你看这个 俄身 听说 Cotton